你們要先放鬆這邊 是 大腿 先放鬆大腿這邊 放鬆完以後再放鬆小腿 然後再來就是這樣子支撐後 慢慢的從角度拉到你覺得剛剛好有點緊 然後這樣停一下 然後這樣慢慢拉 有點緊就稍微停一下 然後再回來 然後再拉到剛剛有點緊的地方 這樣反覆3到5次 3到5次 然後你就覺得說它有點緊的地方 就是它最緊那個點開始變得說沒有那麼緊了 那你就再繼續這樣子 再拉更多一些些 對 就是 就像我們那個做運動一樣嘛 我們一開始都跑幾百公尺幾百公尺 然後後面再跑幾公里幾公里 慢慢加 奶奶的話對不對 因為你一開始給它拉很大力 要它到完全伸直那種是沒辦法 不可能 所以你就是要這樣子慢慢的去加 慢慢的去加 這樣子它才會有那個做到那種效果 而且 拉筋的時候有時候不是都說拉 然後這樣停很久嗎 不用 不用停很久 你這樣稍微這樣拉 一下下 好啦就放鬆 然後再回到原來的位置 你要習慣讓它的那個肌肉這邊習慣收縮放鬆 對 其實這樣子我們就這樣伸直嘛對不對 然後回來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做多一點 嗯 才是它的效果 你只是做這樣子拉 然後這樣子 用個一分鐘兩分鐘那個沒有效果 喔 不是拉直 是你要這樣輕輕這樣慢慢的去動 就算它今天沒辦法完全伸直 只能到這邊 那你就是 你就在到這邊的時候 就這樣反覆這樣去動 讓它肌肉習慣 然後放鬆 然後再慢慢的拉一點點 嗯 拉一點點 每天每天這樣慢慢拉 因為有時候你一開始拉太大力對不對 嗯 老人家不常晒太陽可能會有骨質出鬆 這樣啪 就下去就骨折了 嗯 有時候會這樣子 那當你拉到覺得說它已經拉到 當你每天這樣做拉到後面覺得說 這邊你不管怎麼做都不會進步了 那你就它的角度可能就只有到這邊了 就千萬不要說我要讓它增加我要讓它增加 沒有 因為你要讓它增加要有兩個原則 第一個他今天他還年輕 他肌肉沒有那麼緊繃 這個才是 這兩個原則之下 他年輕肌肉沒有很緊繃 你才敢拉 如果說他今天年紀有點 奶奶已經年紀大了 再硬這樣拉 就會聽到啪的一聲 然後這邊就慢慢 你就變成說又要重新再來 所以他 你到後面你就會發覺說 奇怪為什麼每天很認真幫他做復健活動 為什麼他好像越來越退步的感覺 原因是 人嘛 一天24小時裡面 你幫他動一動可能也就是說 我會建議就是說 我們幫他做運動對不對 又跟人家建議一樣少量 次數要多 比如說一個小時做個兩次 每次三到五分鐘 你不用學人家說一做就十幾二十分鐘 一次那一種 你就可能 一個小時想到 好來做一下動一下 好放鬆 三到五分鐘就休息了 然後再等到半個小時或一個小時 就想到再給他動個三到五分鐘 然後再休息 他就是會這樣 這樣就有多動 不是像人家那個講說 做一小時那個腿有久 三一一次就好 沒有 那個是年輕人 然後人家就是要多運動 他的多運動就是說 他不用累 他們不能做到累 如果你做到他後面有出汗 呼吸 直觸那些都不要做 或吸掉太快 那就對他耳眼真的太強了 你要做在他那個做完以後 還可以這樣子很輕鬆的 這樣動來動去 這樣才是對他有效的固件 如果你說做太累那個就沒有效 那只是超一下耳 就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問題是我們也是有時間限制 我們是來看這邊是這邊的商戶在處理 我們我能做的就是我來的時候盡量跟他 你看像現在因為會錢跟他拉 他就是他張力很大 他會跟你抵抗 對就是抵抗的時候不拉 但是他總是在抵抗 對阿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做復健的都會習慣就是說 我今天就給你拉筋 你抵抗我就停住 我就不動 你抵抗我就停住 等你抵抗完不出力以後 我再拉 就是這樣子 就比如說今天跟人家那個 玩那個比腕力一樣 我今天很用力 那我就先停住嘛 我也不要用力 等你用到沒力的時候 我再拉 這樣才就是他的效果出來 就是要等到他沒有力氣 你再去拉 你跟他硬碰硬這樣子 一起用力 他的肌肉可能會拉傷 對 會反而有反效果 所以我現在就是 我以前都跟他拉 結果拉得我自己很累 你也會累 你累他也累 驚訝內 所以我就說 我們會比較喜歡 我們拿一個衛教單給你們 會比較有一些東西可以做 如果說直接用講或錄的 其實有時候說真的 沒有講得很仔細 或怎麼樣的話 那反而有反效果 所以我會比較希望 不然就是我會建議我們那邊 我會跟司機說 我們那邊拷貝一份那個 會交代給你們 還有需要 可能你們這邊在演藝 然後帶回去 或是來的時候稍微看一下 這樣可能會比較好一些些 那我現在的做法就是 讓他做這樣一個姿勢 那他的腳 他就會慢慢慢慢就會蹭底 就會至少就會下來 不會像之前 對 因為床上的擺 我本來就是 沒辦法完全伸直 但是 因為這邊 本來這邊 還有這邊 不容易擠 最容易擠也是這一邊 所以你擺在床上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 欸怎麼樣 對 你放這邊是沒有錯 但是 也OK啦 不過要小心 因為 有時候 他的腳 那個高度比心臟還要低的話 有時候會血壓 有時候會有些血壓上的問題 這個我不是很清楚 這個還好 這個還好 如果他這樣都OK 那就沒關係 那你可以在他躺著 這樣的狀況之下 你就拿一個小椅子 在旁邊讓他稍微按摩放鬆 對對對 我是這樣走 按摩放鬆 那你看現在 他現在幾乎 我們現在在把這個拿開 你會看到他這個腳 就慢慢就 幾乎快可以到了 幾乎可以放下 然後我再把這個墊下來 他等一下就到地了 因為有時候是百味性的肌肉緊繃 有時候是百味 百味性的肌肉緊繃 對 有時候會是這樣 就是因為他習慣這個姿勢 對 然後就是 我們運動學手都常常去拉筋嘛 不拉筋反而會哭到 有時候那個肌肉會有點萎縮 或是百味性的 導致台南的肌肉習慣這個姿勢 嗯 所以就是慢慢的 這個也是可以幫他 學出這邊 那個肌肉可以放鬆 對 我說我現在 後來我就想到這個方法 對啊這樣也是可以啊 這個方法呢 我不必超死自己 不用那麼累 而且他也不會覺得很痛 就慢慢的放下 慢慢自然而然 對的 他自然而然 他的腳就會放下 我需要做的就是把那個枕頭 一個一個 慢慢的抽開 可以啊 不是慢慢的 然後我就這樣 不過他因為他主要問題 還是在腿後 膝蓋後面這邊 那這個就是 照你剛剛說的那個方法 對就可以拿 你就可以拿一個椅子 然後按摩放鬆 然後慢慢的拉 慢慢的拉就可以了 是是是 對因為一開始如果 像他們會用力來 你拉太快 或怎樣 會有反效 對對 因為他們也不知道怎麼樣放鬆 他們也忘記 是 所以我們現在要幫忙的 就是幫忙他放鬆 他有時候看他 那個年輕的時候 喜歡聽什麼音樂 是 你可以放那種很輕音樂的那一種 然後放在他耳邊 然後讓他整個身體放鬆 嗯 結果那種放了會讓他想笑 他自己會想笑的那種感覺 就 那就很輕鬆 然後那個也有助於說 肌肉他可能比較放鬆一點點 因為他現在就是 有時候會處於很緊繃啊 不舒服 像我這樣輕輕一摸 有時候 你像這邊都是硬 不軟 所以有時候聽音樂 可以讓心情放鬆的話 有時候心裡會影響到身體 聽他喜歡的音樂 然後心情放鬆後 肌肉也可能會比較放鬆一點 這可以試試看 雖然說不是百分之百一定有效 但是基本上 這些都是樹上有些地方 講會說這個是部分有效的 你看像這樣的話 就慢慢慢慢放下 他就現在已經放到這了 那我們再把這個再拿開 我平常就是這樣 把這個再拿開 他就又下來一點了 就慢慢一個一個下來 對對對 就像階梯一樣就慢慢下來 又一個一個慢慢下來 對 現在就可以拿一個更小的 就放這邊 對 他等一下就可以到地了 這樣 我是這樣來處理 可以啊 這樣方法很好 對 這樣的話 他也不會 那個 他不會痛你 也不會 對對對 我也還好 可以啊 現在我要請你講一下那個百味 百味 就是這樣 我們真的可以